新闻来源金融时报 预期其经济将出现反弹 但近几个月来 由于对房地产行业流动性危机的担忧月益加剧 以及令人失望的增长数据 外国基金已强力抛售投寸 大幅抛售使得离岸投资者的净买入量 有可能创下自2015年以来的最低年度总额 据金融时报估计 自北京当局承诺提供更为实质性的经济政策支持 8月外资 在中国股市高峰达人民币2350亿 约美元326亿 但目前仅为人民币547亿元 约美元77亿 交易员和分析师表示 由于中国领导人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全球机构投资者推迟了购买 香港一家投行交易部门的负责人表示 现在日本、印度、韩国、台湾都火了 投资者现在的想法是 我不需要在中国 如果我在中国 我的投资组合就会受到阻碍 另一个香港的交易部门负责人表示 要想让管理者10亿美元基金的投资组合经理 将10%的资金投入到中国 必须有良好的长期增长数据 否则投资者就不会去那里 我 去返回君致 辞老师 6条 7条 5月 去返回君致